其實Yen這個位置 我們自己都在想 究竟日本央行 它出來做的事情可以改到多少 因為其實我猜它都要做事 這次要開始做 原來由2016年開始 它們的做法有機會改變 其實這次和過往有一個很大的分野 就是由安倍三支賤的時候 大家都說Yen貶值好 然後很多人就會去買當地的股份 因為日本是比較著重出口產業的一個地方 大家就會想你隔離好像Toyota那些就會很受惠 但是首先我反過來 就是用行動去看 如果你看資金面 理論上很多人就會馬上去買股票 同時間對沖著Yen這一類的策略 其實我們看這些資金流不算明顯 即不算有很多錢流入去股市 去搏Yen的貶值會帶動到股市 那我們就要看了 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這次貶值未必這麼大的影響 幫到手 是因為你想想現在和2016年 或者2016至2018年 最大的不同情景是甚麼呢 商品或者我們所說的很多成本 大幅上升了 變成很多日本當地 經歷了二十多三十年 你跟我說是甚麼來的 但現在是因為入口上的成本高了很多 其實這件事對它來說是多了重打擊 就不只是靠Yen貶值會有個好處 所以我這樣說 如果這次還想著16、18年去買 即是沽著Yen買日本股票這個策略 我暫時我覺得是不的 第二 Yen的走勢 如果我們看一些長一點的圖 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 有一點點逆轉的方向 是的 當然可能有些人開始換了Yen 不是那麼喜歡聽到這句 是很難說的 因為有些人說 那一刻只是第一注 因為很多人一二五換 其實這樣說 我昨天這幅圖有放過出來的 其實就是說 如果大家用一些貴線圖去看 你看到從1988幾年尾 接著去到現在 其實我們進行了一個叫蝕形圖 那個蝕形圖 其實就是我們所說 你可以當是一個很像三角形的東西 但簡單來說 通常都是反轉的 即是轉向訊號來的 而剛剛在過去這幾個星期 就是突破了蝕形的頂 大家知道Yen向上就是弱方 其實它一突破121這個水平 就是突破蝕形向上走 而記住這一幅圖是說 二十多?三十年? 三十多年 所以其實我自己會看 Yen短期你說再追估 我覺得那個直鑊不高 它有機會都會收一收 看看會不會去試一二五附近 即一二三至一二五的水平 有機會試一試的 希望去試 然後你就真的再看 因為如果以圖論途這樣說 大家可能很多技術派看的下一個目標 已經近近地都是說一四幾 是的 但這個就是逐步看 我覺得最少今次 我想帶最重要的Message 我們不覺得可以走回 不要走一六一百年那個策略 明白 就算了 我不能拍你的 敏ija 有 cafes 感谢观看